公展會開幕截至下午五點鐘 有近五萬人次入場 其實方建儀現在在維園公展會的現場 對了 方建儀 比起去年 今年的入場人數算是多還是少呢? 黃家俊 入場人數應該是多了 因為截至下午的時間 人數已經等於去年第一天的九成 現場方面已經是人山人海 可以見到人除了大代世代之外 更加是有人帶行李劫來掃貨 很多人都說今年經濟很暢旺 所以攤檔主都預期生意 應該會比去年好 至於今年公展會的特色是怎樣? 就由黎智君報道 一年一度的公展會人山人海 是市民買便宜貨的機會 一千多元 是比去年多了還是少了? 差不多 今年股市樓市暢旺 市民消費力增強 有深容海味的攤位負責人說 今年人流比去年多 估計首日營業額會增加三成 會買燕窩、花膠、瑤柱 那些都歸價貨會比較多 今年可能經濟轉好 我們明顯看到消費力比較強 公展會其中一個特點是 大部分的貨品平均比市價便宜兩三成 有賣麵食的攤位就以套餐形式推銷 比市價便宜四成來吸引更多顧客 客人是很疏鬆的 因為公展員說兩句 OK 我有一袋 不會說我先回想想想 今屆公展會總共有七百二十個攤位 比去年足足多了二十幾個 主辦單位都估計 今年的總營業額將會超過一億 武士尼斯記者 黎智君報道 講回公展會的開放日期 就由今開始 至到明年的一月一日 開放時間由早上的十一點 至到晚上的十點鐘 聖誕新年期間 更加延長開放時間 至凌晨的一點鐘 好了 報答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回國營琼 好 謝謝 外面這麼多位同事